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哗啦啦啦啦啦 我的宝贝 圈的时候有个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要你知道你最美 谢谢 我觉得挺好的 来 我们看看这首歌打动多少男人的心 来 看看后场男生心动指数 最高的心率变化有从71增加到了94 来 有请男生男嘉宾出场 好 欢迎各位 来具体了解一下女嘉宾杜献文的个人资料 姓名杜献文 年龄24岁 性格外向开朗 恋爱次数两次 职业游泳教练 爱好游泳听歌 年薪15万 喜欢男生的类型是瘦高细长运动风 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 哎 解释一下吧 一点点大男子主义指的是 就是如果他完全顺着我的话 我会就拉不回来 就是欺负他拉不回来 稍微他要稍微压制住我一点点 你特别喜欢欺负别人 对 如果万一就是没控制好那个度的话 可能就爬到头上去很难拽回来的那种 但其实都是开玩笑的那种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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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能一点没有 还不能多了 来吧 我们从这个看起来 希望目前从目测貌似希望最大的 这个一号男嘉宾开始 来 请自我介绍或者展示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我 我呢 我叫吴奔 我呢 身高188还算比较高吧 然后你听说过那个 就见过心跳的样子跟心跳的声音吗 心跳的声音我们听过 心跳的样子没见过 我可以稍微来一下 好 来吧 很帅很帅 真不错 主持人好 女嘉宾好 我叫冯继平 现在十三岁 然后我身高185 差一点点 你感觉差了不是一点点 其实这样是三点点 不好意思 三号 那个女嘉宾好 我叫裴杰 然后来自杭州 也是一米八家 对 OK 比较喜欢运动 各种球类都会 但是就是不会游泳耶 有机会可以教你 真的吗 嗯 好 学费另算 四号 对 我想了很多自我介绍 不过我一上来就突然间忘了 然后我也学习家庭的样子 这样姿势 对 我非常喜欢你 然后我也是24岁 我觉得本命年一定会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你觉得呢 我个人觉得你做这样的姿势 比他做的还妩媚 这是我个人感受 其实我是有一点大量自主义者的 真的吗 真的 你现在什么方面呢 嗯 给你一个拥抱好吗 想的美 来 五号男嘉宾 我问你好 然后我其实特别感谢你 因为刚刚你的这首歌 把我从刚刚那惊吓的状态中 让我得到了痊愈 你就说前一个女嘉宾 然后呢 就是其实 我觉得人和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站在这边 我感觉那种气场 你会觉得很舒服 你会觉得很舒服 对对对 就是那种气场会让人觉得非常安心 好 谢谢 来 七号 你上来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 然后虽然我不会那个 一号男嘉宾那个动作 但是送给你一个这个 谢谢 来 八号男嘉宾 然后我叫顾欣 然后刚刚女嘉宾说到喜欢游泳 然后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游泳 然后女嘉宾也是我挺喜欢的类型 嗯 好 来 掌声谢谢 谢谢八位男嘉宾 我们的所有介绍 第一轮刚才的沟通当中 直接排除掉一位 灭掉这位男嘉宾的灯 请选择 八号 你也太狠了 人刚介绍完 实在不好意思啊 为什么呢 可能还是身高的问题吧 哦 你对身高很在意哦 因为我一米七多 然后不知道你可能 我们应该差不多吧 因为女生本来就显得高一点 好吧 有什么话留给她 你开心就好 OK 她开心就好 谢谢 掌声送给八号男嘉宾 谢谢 第二轮 七位 两位将会离场 我方式女嘉宾出题 用什么方式考核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名运动员嘛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可能体力上面稍微要好一点 我的题目是 俯卧撑三十秒之内就尽量多做 看谁做的最多吧 来 一个个来 一号男嘉宾从你开始 来吧 三 二 一 开始 一 二 三 你自己数的 六 七 八 九 十 三 二 三 三 三 四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三 五 三 六 三 七 三 八 三 九 时间到 三 五 三 六 三 七 三 八 时间到 二 三 二 四 二 五 二 十六 四 六 四 七 四 八 四 九 五 十 三 六 三 七 三 八 三 九 四 十 四 十 一 四 十二 好 谢谢 把这来掌声送给所有的七位男嘉宾 你别说还真是 一号有问题呀 我想再来一次 我不服 为什么我不是最多 OK 算了吧 这个没关系 我觉得 四号要再来一次啊 没有 我想说 我其实平时可能连十个都做不到 但我今天坚持做到二十四个 就每一个都是对你的祝福 平时你连十个都做不到啊 你看看 人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OK 好吧 但是 我们的女嘉宾 是一位运动员 她的标准到底会是怎样 是最高的留下吗 最低的离开舞台吗 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自由自己的判断 我可以每天给你写诗的 那没用 不说这个 我们只论俯和称 三 二 一 灭掉两位灯请选择 写诗也没用 没有用 四号被干掉 七号被灭掉 你的平板标准是什么呢 七号做了几个 四十二吧 四十一 四十二个 它一定不是最次的 就是有种东西是叫质量 它只是量比较多 但是质的话不是很好 好 那你告诉我 在所有七个人里面 谁的质最好 感觉 还是一号吧 一号的质最好 OK 好吧 来 掌声谢谢两位的参议 谢谢 四号 七号 谢谢你们 恭喜你们 坚守到第三轮 来 第三轮 我们更多的 更近的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故事 请看大屏幕 情感关线词是 狗血 情感期许 喜欢就表白 谁要跟你做朋友 这是期许啊 对啊 就是 能再解释一下 喜欢你就表白 我喜欢他我就表白 谁要跟你做朋友 你会怎么讲 比如说你现在喜欢我了 当然我知道不太可能了 当然比如说你喜欢你会怎么做 先上来先约你吃饭 先吃饭 对 然后你买单 你愿意出来愿意买单 是不是也对我有好感 你是这个球放出去之后 看对方的反应 对 对方如果行的话 那么咱们就继续了 其实到最后还是对方 主动向你表白 没有 我就约了几次感觉 他挺好的 但是他如果没说话 我可能会跟他表白 现在我们已经是第二十顿饭 吃了我钱包都别了 但是每次我还都掏钱买单了 我很喜欢你啊 我们要不要交往看看 你早说呀 好好好 OK 好吧 这是一个情感期许 情感关键词好像这个错位错得比较大 狗血 怎么讲 就是我的前男友 跟我好朋友的女朋友在一起了 什么东东啊 你的前男友 跟你的 好朋友的女朋友 不是 不是 你的男性朋友 男性朋友的女朋友在一起 是前女朋友还是 这个关键有点复杂 就是我跟我就是前男友 可能是分开了有一段时间 大概是不到半年的时间 但是我那个朋友 跟他女朋友 当时是冷 就是吵架 但是还没有分手 然后呢 那个女生的微博 我有看到一件 就是他过年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 他自己发的 对 他自己发的 然后就比如说是一件 我这样的衣服对吧 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男生 就是我前男友 然后他发了一条微博 跟那个女生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那就等于说是 他们俩 在冷战期间 他们就已经买情侣装了 这种事情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也特别狗闲 对 因为毕竟我们以前 我们四个是一起 经常在一起的 然后结果就是变成这样 如果他跟谁 比如说他跟别的女生谈恋 我可能会祝福他 但是他如果是跟 就是我朋友的女朋友 在一起了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打个比方说 如果你朋友的 也就是你的男性 那个哥们的女朋友 他们俩也分了 但是怎么说 你的前男友 和你哥们的前女友 我说的是前女友 他们在一起 你依然接受不了 我不能接受 对 实际上无所谓 他们是不是同步 反正你就不能接受 对 不能接受 就算我们两对都已经分开了 那你也不能再排列 组合成那两位 对 很奇怪 对 是吧 对 OK 所以你比较高兴 对 所以他们现在还好吗 还在一起 还在一起 节目他们能看到吗 对 我给他们发个微信吧 一定把狗血 发个微信让他们看你 好吧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的 这个情感的关键词 狗血带出了那段故事 你们怎么看 1号 我想问一下 你说喜欢就表白 你做过这样的事吗 就以前男朋友的时候 是你追他还是他追你 一个是我追的 一个是他追我的 就是按照你的这个情况 喜欢就表白 对 他有这么做过 我的性格可能是 比较直接一点的 对 1号你是不能接受 女生主动是吧 我会比他更主动 我知道了 你不能接受 你喜欢的女生 对别人主动 没错 是吧 看看 OK 了解了 2号 就觉得他的观点 有点奇怪 因为我觉得 恋爱是自由的 那如果你的前女友 跟3号在一起了 祝福他吗 就我的想法是怎么样 然后3号 前女友又跟你在一起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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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蛋 拉到滚蛋 谢谢啊 OK 现在不同的解读 来 5号 其实我想说 我问我特别喜欢 你的那个套路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 你的性格 而且我其实举个例子 我特别赞同你的观点 就这个不是法律的问题 其实是 就是一个心理 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和他女朋友分开 然后他去 过了一年多 他去追他的 前女友的 就是当时的朋友 但是他的朋友 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不可能 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是我朋友的 前男朋友 5号你能够理解和接受 对 就我支持 有同感 OK 好 来了 这样的沟通 能够帮助你 更轻易的认清形势吗 5位男嘉宾 灭掉3位的灯 只留2位 他们俩当中 可能会有人向你表白 请选择 第一位被灭灯的 3号 第二位 6号 第三位 2号 简单地告诉我们 灭灯的理由 3号的话 可能是我们沟通比较少 OK 6号可能就是 沟通不是很顺畅吧 可能就是 你觉得还是语言的问题 对 语言的问题 那2号的话就是 其实我对你的观点 没有什么任何意义 就是相比你而言 我更喜欢其他两位 OK 掌声送给 2号 3号 6号 5号 好 这一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 2 1 有请 这一下子 这一下子反转逆袭的厉害 2位男嘉宾 1号和5号 都走出了幸福之门 3位 请对视 时间到 1号男嘉宾 请伸右手 请表白 我觉得我都符合你的要求 然后我也是那种 随便做朋友 我还你做我女朋友 还有做符合称的时候 我其实是一个挺不服输的人 你说我知道我的 但是我感觉我都量不到我 我会把它做得更好 超过所有的 证明我是最强的 然后现在我可以 我想搬你前走 搬你带回家 你愿意吗 好 5号男嘉宾 请伸右手 向你嘉宾表白 我问虽然我没有他高 没有他帅 但是我比他老啊 所以我希望 可以和我这个不高 不帅的男人 但是会对你好男人走 谢谢 谢谢 杜宪文 跟我走 请选择 杜宪文 请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